下图为2017年台湾人口金字塔图 请问男性最多人口数是在几岁的时候 女性最多人口数是在几岁的时候 好,那我们先看到中间这个人口金字塔图的部分 我们发现到它从正中间的地方切下去 左边代表的是男性的人数 右半边代表的是女性的部分 女性的人数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找的是男性最多人口数的 所以我们看到左半边的地方来 那我们就去找数字最大的或者是找长条最长的 我们发现这个长条是最长的 那它代表的是35到39岁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格就要填入35到39岁 那女性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右半边来 你可以去找数字最大的 或者是长条最长的 那我们发现到这里长条是最长的 所以它一样是在35到39岁 所以第二格要填入35到39岁 第二小题 哪一个年龄成 男性人口总数会多于女性 好,那现在他给我三个选项 A选项是0到20岁 B选项是40到60 C选项是70到90 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题目给的选项来找出 那他们男性的人口总数跟女性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先到图里面去找出 0到20岁的男性到底包含了哪些 0到20岁 我们发现到他会在这个地方 0到20岁 所以我就把左边这里的数字相加起来 就是男性的人口总数 那右边的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 就是女性的人口总数 但是我发现到这四条 这男性的部分都多于女性 所以其实我也不用真的去加 我只要去看 每一条都比女性还多 所以加总起来 男性的人口总数一定也会比女性的人口总数多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A 不过我们一样 也来看一下 那B选项跟C选项呢 B选项 那要找的是40到60 所以40到60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过来左边这四个数字 相加起来就是男性的人口总数 这四条对到右边来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 代表就是女性的人口总数 这时候我又发现到这四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比右边这四个数字来得小 所以当然左边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的总数 也会少于右边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的总数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不会是B选项 再来那C选项呢 C选项要找的是70到90岁 所以70到90岁在这里 好那对过来右边的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 就是男性的人口总数 右边这四个数字圈起来 这四个数字相加起来就是女性的人口总数 好这里我们也发现到 左边这四个数字分别都小于右边的四个数字 所以女性的人口总数加起来 会大于男性的人口总数 所以也不会是这一题要的答案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A